三藩市市長布里德同市參市佩斯金早前提出一項議案 大幅降低市內興建可負擔房屋的條件 以加快三藩市興建房屋的速度 務求達到市府在未來8年興建8萬2千個單位的目標 議案今日獲市長簽署成為法例 在新法例容許發展商在興建新項目的時候 減低樓盤中的可負擔單位比例 也會在未來3年減低33%的開發影響費用 市長布里德表示先前的法例 令到很多以獲批准的項目遲遲未能開始工程 也令很多發展商在申請新項目的時候確保 新的法例降低興建房屋的費用和條件 有機會容許發展商開始興建市內以獲批准 但就各自中的8千個單位